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它變更 成年部分的話,把它改成三個等級 也就是他有什麼 成年嘛,18歲了 可是18歲我希望分成三個等級 一個是青年,可能18到30 那30到65是壯年 然後65以上是老年 類似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我該怎麼修改 首先的話呢,當然改之前 其實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邏輯其實還蠻 彈性的部分 它其實可以有很多種的敘述方法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敘述是 H18 但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大於等於 只是如果你大於等於的話 那變成成年跟未成年就要顛倒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有的時候 每個人想到邏輯不一樣 寫出來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這個是很正常的 你不能說怎麼樣才是標準 沒有啦 那只是說上下顛倒 那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上下不要顛倒 如果你上下不要顛倒的話 顛倒邏輯 很簡單嘛,加個Nuz就好了 有沒有 Nuz把它包一下,True就變成False False變成True 這樣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那只是說,如果你寫成這樣 你真的是拿石頭雜誌的腳 沒事幹嘛寫那麼複雜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寫成邏輯 我是覺得你幹嘛 本來很簡單的邏輯寫得那麼複雜 誰看得懂啊 所以有的時候盡量把它簡單化 所以我們把它恢復好了 也不要寫那麼,我們就是小於就可以了 小於18 不要顛倒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 假如我要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 如果他是18歲到30歲 是青年的話 那我怎麼多一個邏輯判斷 首先如果你要多一個邏輯判斷 請記得喔 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請你把一幅的這一段 這兩行複製貼過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因為在一個邏輯判斷裡面 不能有兩個一幅 如果第二個一幅 請你在一幅的前面加一個EL EL的話 就是第一個以外的邏輯判斷 L就對了 反正第一個叫一幅 首先嘛 那其次的話呢 都是叫EL一幅 其次其次其次 反正以後都是L一幅就對了 那第二個邏輯判斷什麼 如果那個EDGE 假如是大於等於18 而且 這個EDGE要怎麼樣呢 要 小於30 小於等於30 而且要等於30 就是他18歲了 然後呢 他到30歲這之間 我們稱他叫青年 所以這邊的話 加一個青年 OK 這樣子邏輯 好 那如果是 30 35 我忘記了 35好了 假如是18到35 青年 那如果再來的話 35歲以上 到65歲 的話 他是壯年的話 那怎麼敘述 如果第三個 那我們就可以什麼 把這個 EL一幅怎麼樣 複製 貼到底下 做修改就可以了 怎麼改 應該是大於 沒有等於 大於35 因為如果你等於35的話 那也包括就是35歲 不是喔 大於35 而且 小於等於65 65 也就是65歲 也包括好了 那他的狀年 OK 當然這個 這個只是一個 大概啦 我只是舉個例子 那再來的話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還可以再加一個AOE符 然後變老年 就是他是大於65歲 OK 當然你可以寫成什麼 剛講的 就是你要COPY 然後把它什麼 把這邊改成大於65 是老年 這是一種寫法 不過跟各位講 因為如果上面 每一層 每一個都已經 都 上面都已經 判斷完畢了 其實喔 除此之外 就老年 所以喔 其實最簡單的寫法 應該是L就好了 因為除此之外 就老年 應該不會別的 那邊的話 乾脆就不用判斷了 直接改成老年 這樣寫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如果你多一個AOE符的話 等於占不到便宜啦 就像如果你這邊 假如說 我剛剛講的是這樣 這個再複次 一個 然後應該什麼 H怎麼樣呢 假如是大於65歲的話 不包含等於 那這邊就是老年 可是你會發現 寫這樣跟寫這樣子 好像寫下面這個會 比較怎麼樣 比較簡單 所以我一般習慣還是 選擇下面的寫法 OK 那所以這邊我把它拿掉 跟各位講一下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在考慮說 兩種或三種寫法的時候 理論上你不要把它刪掉 因為刪掉的話 變成你程式 到時候又要重想 那怎麼樣讓它暫時保留 一般習慣 會在那個程式的前面 加上警字號 如果你在程式的前方 加上警字號的話 表示後面的程式 只是註解 註解的話就不會被執行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只要加警字號就好了 那VPA是加單引號 OK 這個可能也是規則不一樣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我很多行 我要註解怎麼辦 很簡單像這個兩行 教各位一個小技巧 如果在Spider裡面 你要註解 跟解除註解的話 請各位記得一個快速鍵 叫Ctrl-1 Ctrl-按住再按數字鍵1 上方的數字 這樣的話就解除註解 再按一次就是加上註解 所以我希望把這兩行解除註解 然後把上面這兩行變成註解 所以Ctrl-1 這樣的話可以比較一下 這兩個哪個比較好 好像這個比較好 那你就可以把上面的註解掉 然後把下面的取消註解 如果確定OK 這兩行好像多餘了 那你就可以再考慮把它Delete掉 OK 所以這種寫程式的流程的話 也特別注意一下 特別注意喔 註解是這樣 Ctrl-1 有沒有 前面就緊字號 取消的話 Ctrl-1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慢慢打 緊字號 可以啊 只是說 如果你行數多 那你不要打半天 OK 所以這個當然 我是建議啦 Ctrl-1還蠻好用的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如果我輸入什麼 輸入35歲 那應該跳哪裡 青年嗎 OK 沒有問題 那如果今天我跳 我輸入50歲 那應該撞年 沒錯 那如果今天輸入75歲 那應該老年 沒錯 OK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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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 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